我就纳闷啊 这些机器你哪搞的 那个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涕 大家好我是高超 高超就不用介绍了 上期聊这个国表 我们聊的意犹未尽 现在呢我们试着再涉及两个话题 一个是呢 关于国表复杂功能的这个进化脉络 再一个呢 就是讲讲颇有争议的 关于这个万表的装饰工艺 这方面的一些思辨吧 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复杂功能的进化 比如说从这个581开始到统计 到后来各种复杂功能 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现在是这样 就是刚开始我们的过程是防治 后期呢我们是罗列功能 功能的转变呢 首先我们把手动上显 转变为自动上显 自动上显转变完了之后呢 我们又加了日历 您看这个我们加了双日历 就是星期历和日历都有了 对那那个最早的手动上显是哪款呢 是这个581吗 对 这个自动机型也可以通过一个手动机型 加自动机构上吗 对可以的 这就是加上去的 你上期节目里讲的这个天津的这个ST5 它是一种什么配置 ST5的话 它也是刚开始就是手动三针 没有日历 后来加的日历 有一点啊 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到啊 原先的老表 不管是瑞士表也好 日本表也好 或者咱们国产表也好 它没有日历快播 OK 这是在什么年代我们实现了这个日历快播 大概其实是73年左右 日历快播完了之后 我们又加上星期历 加足了之后呢 又开始进行快频改制 就我们最早统一基金生产过18000次每小时的 后来我们就生产21,600 您看我这还带来28,800 最厉害的时候生产到36,000 OK 那个粉丝朋友 大家可能听了一头雾水啊 他说的28,800 31,600 这不是价钱啊 他说的是震皮 就是每小时的震动频率 等这个2000年 千几年过后以后 变成市场化经济的时候 就开始着手上复杂功能了 比如说您看见的驼飞轮 OK 北表厂是1996年开始首度研发 中国大陆第一支驼飞轮表 驼飞轮研制成功以后呢 就开始上立即驼飞轮 上三问 然后上长动力 就这么几个复杂功能往上面罗列 那那个马表 嗯 Coreograph 这个是咱们处于什么状态呢 现在国内的表厂里头 比较有能溯源的 就是天表做过 天表当时有一个任务 叫第304号任务 反正这属于绝密的 实际上是给咱们的空军 配备能适应工作的一块工作用表 这个就是一个飞行马表 我听说咱们国家高炮某师 曾经利用一块马表测算U2飞机的飞行轨迹 跟U2飞机的雷达斗智斗勇 最后成功的把那U2飞机给盖下来了 现在好像还没有证实 他带这款表就是我们的海鸥 如果那个时期的话 只可能带天表 而且当时设计这款表的时候 是苏联援助咱们 咱们也是防治 要是没有这块该多好 高原你说北表应该是国内第一个造出的陀佛轮 是吧 对大陆地方 这个还是让我们中国人很自豪的 我看你做的表里边也有陀佛轮 这陀佛轮是不是就是北表的机器 是这个是一个超薄陀佛轮 这是北表的机器 你叫超薄陀佛轮 80小时长动力的 OK 这个没怎么量产过 我就纳闷 这些机器你哪儿高来的 那个 不说了 正常高来的 我们再说说这个手表的装饰工艺 我看你这个做的表里边 用了很多大量的传统的工艺美术手段 最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掐斯法郎了 刚才你介绍过这个工艺叫 斑铜 斑铜工艺 对 也是一个纯手工的工艺 对 它是一个古法的配方 传统工艺敲击出来的 每个表盘的花纹不会一样的 而且显斑工艺是一个保密技术 显斑工艺 就是您在那儿敲了半天 或者你后期你机架工 你弄完是一片雾茫茫的 它几种药水配比 完了之后泡一下 它显斑就跟大马仕额钢似的 之后再进行一下表盘的 保固膜的一个电镀 你说显斑工艺是保密配方是吧 对 再一个就是说这个 掐着法郎吧 法郎工艺也是国外博来品 但是咱们掌握工艺以后 对于工艺的理解 人变得不同了 所以我们这件的表 它有一些特殊的寓意在其中 您注意看 就是这些有矿块的地儿 全都是掐的是金丝 然后焊接技术也是个保密技术 您觉得抛光挺简单的吧 抛光也是个保密技术 据听说是拿木炭 站着那个丝绸板 但是继续怎么弄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说你从熊松桃那没打 就是说更多的东西 它不好看 OK 这是什么寓意 您看正好跟鸡心 进行了一个组合 底下是一个蝴蝶转嫁 旁边有只猫 这个猫和蝶就有了 上面是牡丹花 所以就成为一个猫蝶富贵的 一个吉祥寓意 那我问你这个猫蝶富贵 这四个字你会写吗 老毛老智 会写还不错 不过我听到过一些声音 就是说你搞的这些寓意吧 你实际上把一个很美的东西 缩维在表盘上 这是一个尺度上的 难道就是说我们买手表的审美 就必须给懂这些 特别深远的意义吗 什么牡丹啊 阿波你说的这些 就首先您说的观点吧 我也认同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种表啊 不适合是日常工作用表戴 它是一个艺术品 跟在那摆着的 我记得你发表过一个 对中国元素用的手表 一些对中外的比较 说说看 我刚才说过了 在掌握法郎技术以后 咱们的一些画法 咱们的一些想法 就跟外国人就不太一样 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关于咱们对于龙的理解 我也见过好多 瑞士表也好 德国的表也好 它画的那个龙啊 都不如咱们那画的 更像是中国龙 然后包括这些吉祥的寓意 旁边还有一个银双鱼啊 您要看过那个寄宫传 它不是有一个银双鱼的故事吗 就这些的文化上的应用 在这里头 它融入了咱们东方的文化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还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说人们对这个表上 割一个龙的这个看法 其实我听到的很多的都是 不是特别特别正面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 如果说中国这个本土文化的话 那么我们过去唐代宋代 甚至是明代的一些作品 更具有中国东方文化那种底蕴感啊 我承认如果做龙的话 中国人做的龙可能比这个外国做的好一些 但是不过你中国人还是瑞士人 你把一个龙就生生的搁在表盘上 这个很多人不太容易买单哦 我跟您说嘛 我觉得这种表啊 它还是个艺术品存在 而且您说的那个吧 乳窑也好或者什么的天青色 它这个色彩可能太单一了 也不太好去体现工艺 融入间接也挺麻烦的 您知道这上面掐了多少遍呢 这上面多少个金丝 您要数数数等于也下了功夫了 从这个消耗的手工角度来说 这个价值必须是予以肯定的 就是这个题材啊 如果题材能让陌生的消费者 不用在答卷的情况下 就可以欣赏的话 那可能商业上会更成功的 你这些表里边有人说呢 这款表呢就看似低调 好像是更容易被别人接受 这个也是法郎的 这是银胎基雕法郎 法郎的 对这个比较素了 让我脑补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在基雕的基础上 照了一层无色透明法郎吗 它上了一层白柚 纯色的法郎 相对来讲就是容易一些 相对来讲 别看容易啊 反龙派的人反而更容易接受这个 人家不是说建龙就反对 人家对这个中国文化也有要求的 比如说很经典的哲学元素 像什么八卦元素啊 还有天干地支的元素用在这表上 还是很有这个更深的文化底蕴 有机会咱们坐一会儿 八卦其实挺好的 比导容让人接受 那我就期待你这个八卦表出来 敬请期待 我发觉高老师的韧性还不错 刚才我们想用龙的题材 再好好怼一下高老师 赶紧逃海 对高老师好像有点太极的感觉 给全给化解了 说实话 就是从这个用功的角度 从用心的角度 国表 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话 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它毕竟体现了我们整体的中华民族 在这个行业 这些产品上的一些用心和思考 OK 国表还是那句话 三天三夜说不完 怕这个辛苦的高老师 所以今天咱先说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同时更感谢高朝老师 给大家送现在干活 别客气 好 谢谢大家 等一下 点赞关注更赞